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俗称武汉肺炎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从去年12月在中国武汉开始爆发 不到三个月时间已经蔓延到全世界 特别是在过去的两个星期 中国境外的病例数量增加了13倍之多 受灾国家数量也增加了两倍 总计目前全球已经有114个国家和地区 共11万8千多人确诊感染了武汉肺炎 另外还有4千多人因此而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终于在3月11号宣布 武汉肺炎已经在全球大流行 专家估计未来一段时间死亡人数和受灾国家的数量都还会进一步上升 那么面对这一波前所未有的疫情 人类做好准备了吗 从中国到临近的日本 韩国 台湾 伊朗乃至于全球大爆发 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 为什么同样在中国的周边地区 各国的疫情却有很大的不同 今天节目我们访问台湾智库国际事务部主任 董思琦以韩国为例再到全世界为大家做进一步解析 董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是 我想在观察全球疫情之前先来看看韩国的情况 那么韩国是中国以外疫情最严重的东亚国家 那么到目前为止已经有8000多人确诊了 为什么南韩的情况特别严重呢 那南韩现在确诊人数虽然非常多 但他有一个特别点就是他的致死率 也就是说他死亡人数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低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背后反映的就是 现在南韩是用非常积极的态度去做检疫的 所以他的这个检疫的标准比其他国家都更为宽松 只要有接触史 只要有怀疑 那他会做大规模的这个裁检 那特别就像各位所熟知的新天地教会的事情发生之后 那韩南韩基本上就是只要有接触史 只要有跟这个新天地教会相关的人呢 就做一个积极的检测 所以他的特色就是说检疫出非常多的人 然后他的致死率现在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 其实现在世界国家有一些国家的这些数字呢 我们可能要稍微更流行一点 例如像现在意大利死亡人数算是多 但是他的比例算是高 但是他的确诊人数并没有那么多 所以反过来推很有可能就是还有更多 已经受到感染的人并没有被找出来 那从这个中间我们也发现到一个特点 也就是说台湾为什么到现在的确诊数这么低的原因 就是我们一开始就先决战境外 也就是在境外阻绝 所以我们在武汉封城的时候呢 交通部长就已经马上很快速的去做主角 这个中国观光客来台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可是我印象蛮深刻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第一时间我们就进行了登机检疫 就是说从武汉来的飞机 台湾的检疫人员在人还没下来之前 就先上飞机检疫 是那这是我们的诸多的这个措施之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说现在这一个疾病 武汉肺炎是一个很容易传染的一个疾病的话 那是不是能够阻绝境外 那在阻绝境外之后 在国内里面发生的这些传染 是不是能够大幅的快速的能够掌控这个疫情呢 是各国现在都很关注的事情 那但是台湾我们在跟其他国家相较之下 我们就是很早就已经先设定战略目标 我们希望就是能够尽量减少从外面所移入的这个可能性 然后再去抓社区里面的感染发生的状况 但是韩国呢 他在第一波的时候已经错失这个机会 所以他已经造成了这一个比较大规模的 这个社区的感染之后 再开始去抓他人数 所以也是因为韩国的公卫医疗技术 还有他的这个系统体系和这个医疗的检疫技术算是不错 所以他现在很快速的抓出了这一些确诊的病患 但是比较重要一点是他的死亡率没有那么高 那第二波在国内这个高峰期 这些确诊人数是不是能够赶快的抓住 这是韩国现在想要先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从这中间也看到各国家处理疫情的态度是 和逻辑是有些不一样的 是董老师是韩国问题专家 我想特别就韩国的情况再多问一点 就是您刚也提到 这一波疫情的爆发跟新天地教会有很密切的关系 您可以就这个部分再多做一点说明吗 是韩国其实是一个基督宗教在亚洲地区非常兴盛的国家 那虽然他们的这一个宗教人口之中 信仰佛教的还是比较多 但是因为这一个跟基督宗教相关的教派 他其实有个特点 就是他每次到了周日的时候 礼拜天的时候都会进行礼拜 那礼拜的时候就会有大规模的聚集 所以说大规模的聚集 封闭空间内的聚集 加上这个韩国的天气还是比较冷的状况 其实空气并没有那么流通之下 如果中间有人受到感染的话 就很容易受到大规模的扩散了 那可是新天地教会呢 在韩国内部为什么会受到这一波的讨论原因 是因为一方面他是被认为是所谓的新兴宗教 在韩国呢 比较正统的教派甚至称他为所谓的四而非 也就是异端的宗教 也就是说他的教义教理跟一般的这个基督宗教 有点不同 所以他的印象 对于一般人的印象来讲 并没有那么好 而重点是说 又透过了他们在传教的过程 在这个聚会的过程之中 传出了非常多人受到感染 所以这个教派呢 基本上本身呢 是受到了一些在社会上的批判 韩国社会的批判 是他们教主还下跪道歉啊 真的很惨的 但是比较特别一点是 这一个新天地教会他所在的地方 大丘和庆上北道啊 这个地方基本上在韩国政治学里面 我们称为是所谓的TK啦 就是大丘 跟这个庆上 庆上道的这个K啊 那所以TK这一个区域呢 是事实上是 韩国保守派阵营的一个 很重要的聚集地 包括这个普警惠总统 和他的父亲啊 普正希啊 他们这边出生啊 所以这一边呢 也是现在韩国呢 基本上对于反政府比较积极的 或者说对于政府 比较不信任的区域啊 那我们是看到这个 上一次这个文在寅总统 在胜选了 虽然他在韩国的境内 几乎每个地方都领先 但是在大丘这个地区呢 他还是输给了另外一个挑战者 保守派的挑战者 所以这一个地区的居民 基本上对于政府之间 是有点不信任 所以现在变成一个很有趣的状态 就是说在这个区域里面的教会 这里面的人呢 受到了大规模的感染 而这个感染呢 到底是因为这个教徒本身的问题 还是因为政府的防疫不利 所以现在南韩政治里面变成是说 也是防疫政治学之一 变成保守派的人去指责现在是进步派 自由派的政府的时候 用一个用点就是说 这是你们这一个自由派政府 进步派政府防疫不利 才造成这样的大规模的扩散 但是反过来呢 韩国政府呢 就说现在呢 是应该大家共体时间的时候 也希望说在这个保守区域的这些民众呢 不要只是因为政治上的理由 来做这样的攻击 那很重要一点是因为 4月15号在4月中的时候 是韩国国会大选 就是国会议员改选的时候 所以这也变成是韩国 现在非常热门的政治议题之一 那么我们在这之前 就是在韩国疫情爆发的时候 我们在电视新闻上 看到很多 显然就是对新天地教会的一个指责 就是说有些人 他明明已经感染了 可是呢 他却要隐瞒 他已经感染的事实 或者是隐瞒他是教会信徒的身份 以至于说 当疫情爆发的时候 这个情况完全无法控制 那么你会感觉到 这个媒体的操作的方向 包括这个连教主都出来下跪道歉 这样子显然是把所有的矛头 都指向新天地教会 那这个背后还有其他的政治因素吗 跟你刚刚提到的因素是不是有关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现在呢 虽然在这个防疫上面呢 大家认为说新天地教会的这个聚集 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所以造成这样传染 但是如果说追本溯源的话呢 还是在于说资讯流通的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讲 韩国基本上 他在2015年的时候 还遭受过另外一波 类似这样冠状病毒的攻击 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熟知的MERS 中东急性呼吸症候群的这样的一个疾病 当时在韩国也是造成了 30多人的这个死亡 那其实在亚洲国家里面 也只有韩国造成这个状况 当时呢 就是被认为说很重要一个理由 就是韩国政府呢 并没有公布到底是在哪一个地区 哪一个医院受到感染 以至于很多民众到那边 后续得到了感染 所以韩国在这一波的疫情里面 你可以发现跟台湾有点不一样 那台湾对于说这一个患症的人 不管是医院或是个人呢 我们还是认为这个个人的隐私是重要 我们并没有完全的揭露 只有对于相关的接触者去进行这一个掌握 但是并不会去公布到底他的相关资讯 但是韩国现在是因为2015年的案例之后 所以他现在对于这样的疫情 其实是很公开透明的 但即便这么公开透明 为什么会变这么严重呢 那其实从一开始很有可能的一点 就是对于这个疫情的状况的掌握 可能太相信一些国际组织 例如像是WHO所公布的数据 也过于相信中国所散发出来一些资讯 所以对于第一波疫情在扩散的时候 其实警觉性虽然有 但是并没有像是台湾这么样的戒身恐惧 在台湾其实我们跟其他国家很大的不同 当我们看到了这一个来自于中国 来自于WHO的数据的时候 其实我们心中一开始是 打问号的 问号 而且他现在可能说是10例 我们可能心中就觉得可能是100例1000例 但是其他国家在看到这样数据的时候 因为具有公信力的这样的卫生组织 都说没问题了 然后还有包括他们也有跟中国之间 也有一些经济上面很密切的往来之下 他对于中国各项的交流的暂停 也是会觉得说是不是有这样的必要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WHO的这个秘书长甚至是在疫情 这个武汉封城之后 还跟大家讲说 现在并不需要停止各项的人员之间的交流 这个旅行还是可以的 这一开始都还有这样的资讯 才过了一两个多月 现在改口 现在已经变成是个全世界大流行的疾病 然后也建议大家都不要去做移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中间其实反映出来的 在国际政治上面资讯的揭露 这件事情其实各个国家 民主国家跟威权国家 还有WHO这个国际组织 所揭露这个讯息 一开始让大家对于现实的状况 并没有办法做出很好的判断 那韩国和日本 甚至是意大利 伊朗其实是在中间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就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面 跟中国很紧密的关系 那同时也认为说 这个疫情可能并没有想象中这么的严重 所以在第一时间并没有做好阻隔 那这样进来之后呢 到了韩国内部呢 这个第一个是全球化的过程 第二个就是在地政治的 在在地政治的时候呢 在新天地教会的这个状况 疫情爆发之后 到底谁造成这件事情 那在韩国内部里面 现在政府是说 那就是你这个教派不公开不透明 造成的原因 我们看到的都是这种指责 我们看到是这样的指责 但是其实你回过头来看的话 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 是说新天地教会有一个 什么超级感染者吗 感染三十几个人的这个大妈 这个大婶 但是我们现在很好奇的一点 那她是怎么样被感染 也就是说 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找到源头呢 对韩国的一号的这个病患 零号的这个病人 到底是从哪边进来的 那到底是怎么 那我们现在慢慢的看到 好像是因为这个新天地教会 他们跟武汉那个地区 有这个长期的合作 有这个去那边宣教的这个过程 最后造成这样的结果 但现在已经变成是 韩国内部的事物了 针对这个事情 他一定要做一个解决 那现在还是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就是 大家呢 现在虽然是互相攻击 不管是保守派 或是进步派 都在指责是对方 所造成的问题 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问题 因为真正的问题 还是在于说如何阻断这个源头 这个源头如果说是从外部进来的话 那外部的问题阻断之后 内部要如何去用更公开 更透明 用资讯揭露方式 让大家能够更相信彼此 那我觉得这一次的防疫的这个状况 其实也显现出各国治理 和管理国家的能力 还有另外一点是 民众对于政府的信赖度 而这一点我们也可以很肯定说 现在台湾是可以算是 在各个国家比较起来之中 算是做得比较好的 的确是 最近很多媒体都特别去报道了 台湾在防疫方面 所展现的非常卓越的成效 那我想再继续请教董思琪老师的 就是同样是作为兄弟之邦的北韩 也就是朝鲜 他却是全世界第一个对中国关闭边界的国家 那就非常的有趣 为什么这个南北韩表现出 那么不同的一个应对的方式 那我们先看北韩的部分 那北韩大家众所皆知 就是说北韩他在很早的时候 就关闭了边境 那我们知道说 中国可以说是北韩的经济上 非常重要的支柱命脉 还有包括他这个石油能源的部分 好像中国也不太骂他 没有怎么指责朝鲜 反而是去指责美国 是那我们可以看到 北韩之所以封锁跟中国的边境 其实也跟他本身的医疗能力有关 因为北韩他第一方面没有检测的能力 然后另外一方面 他并没有这个公卫医疗体系可以支撑 如果在北韩的国内造成爆发 特别是在军队造成大流行的时候 可能会造成整个政权的动荡 所以对于北韩而言 他宁愿怎么样呢 宁愿不要经济命脉 但是他要保命 他需要留下他的这个实力 所以他风暑边境 所以也给各位一个参考 很多人在讨论说 这个疫情什么时候会比较和缓 大家只要看两个指标 第一个是说北韩的边境打开了 他愿意跟中国交流 就代表说应该是受到某种程度的控制 第二个的话就是中国的这个国中国小学 会是开学 那现在看到是中国现在连大学都还没有开学 所以他们说现在已经控制了 事实上是不能相信的 那南韩为什么说没有第一时间做这样同样的问题呢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南韩其实不是说没有去做磋商和讨论 但是在国际政治上面 其实这是一个互动 那其实很多国家在采取的作为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他们也不理解 为什么台湾会这么快的就宣布 然后就终止人员之间的交流 但其实也不是说台湾 我们说要终止人员的交流 其实如果大家回过来想的话 其实在去年选举的时候 中方就已经把自由型团克都减少了 对的 大幅的减少 是的 那所以我们也刚好在这个时候 受到的人员的交流的冲击影响会相对的稍微小 那因为已经知道之前已经有中断交流了 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了 所以接下来那个冲击的心理的感觉 好像也不会那么的强烈 所以等到这个事情我们这样做之后 其他国家都还没这么做 那在其他国家 例如像是你要关闭边境 或者说对其他国家做管制 其实基本上它都不是单一国家的行为 它一定就是看一下 先看看其他大国怎么做 所以日本没有进嘛 美国没有进嘛 这个欧美国家没有进的状况之下 韩国它本身就说我要进 那它一定会受到来自内部的压力 以及来自外部的压力 外部的压力就是中国一定会抗议 不高兴 对 那内部的压力的话 是民众就会指责说 你现在经济的问题这么差 那你都没有处理经济的问题 那你如果把中国 观光受畅 对观光受畅 你跟中国的交流中断之下 你会不会影响到更多 你的内部的经济的议题 所以回过头来 任何的在地的政治 国际政治其实也是跟在地政治有关 那国际政治上面呢 那当然大国怎么做 其他国家会跟着看 那对韩国来讲 他先看着其他的大国 并没有说很严格的关闭边境 然后并没有用一个很紧急的方式 来处理这个事态 那当然后续我们可以看到 欧洲开始紧张了 然后美国开始紧张了 那这时候呢 其实已经来不及了 是 今天节目为您访问的是 台湾智库国际事务部主任 董思琪老师 我是黄娟 我们在这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到节目中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台湾之音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这样看中国 我是主持人黄娟 继续为您访问的 仍然是台湾智库国际事务部主任 董思琪老师 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刚刚老师和我们提到了 观察这一次的疫情 真正得到控制 我们还要从两个指标来看 第一个就是北韩重新开放边境了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中国的中小学开始恢复上学了 那这个可能比中国官方所揭露的确诊人数 还有死亡人数 这些数据来得更可靠 我想接下来再请教董老师的就是 对这一波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也就是武汉肺炎疫情 一开始表示比较乐观态度的世界卫生组织 终于在3月11号宣布 目前的状况可以定性为全球大流行 那么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 在这之前一直避免使用的一个说法 世卫组织的秘书长谭德塞说 希望大家能够对于这个不作为的程度 急于警惕 那总的来说就是从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到现在 能怎么看世界卫生组织的表现呢 是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表现 可以说是荒香走板 那很多人也都在嘲笑说 现在不是WHO啊 应该是说CHO 那不是代表世界而是代表中国来发生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散布的 以及他所宣传这些讯息 并不是真实的讯息 当然我们知道说这个数字上的造假 或者是说在宣传上的造假 威权主义的国家本来就比较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因为这个资讯不透明 但是这个疫情这件事情呢 其实基本上不是你用书面资料 告诉大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重点是经过人与人的接触之后 它是一个传染率很高 我们有在一个目前所看到的这一个研究里面 几乎比较有近的接触的话 40%左右的这个传染率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传染 而且快速传染可能性的这个疾病 所以说现在你用各种数字都没有办法挡的一件事情 就是只要是有人患病 只要有人员的接触 它就有很可能就会传播出去 那所以说这样的事情并不是说 WHO或是这个中国一开始的时候 中国当然一开始做封城了 很多民主国家是觉得说 啊这种事情到民主国家怎么办呢 我们会做得到吗 现在发现还是得做 因为你不这么做的话 可能病情的这个传递会很快 所以现在呢 在一开始中国做的这些作为呢 是不是有效 我们现在可以发现呢 基本上是无效了 因为它已经快速的往世界各国传避 按照中国的本质 在以前在处理这些疫情的时候 它其实是不会那么快的跟人家宣布 但是这件事情就是因为 他们也充分的了解到 这个病呢传播的很快 而且呢是不可能挡住的 所以它没有办法只是在内部处理 所以它才会通报出去 但是通报出去之后呢 它又希望大家不要把所有矛头都指称是在中国内部 所以各位也可以看到说 中国的外交部的相关人士啊 进来也透过各种方式啊 去来说 哎这个肺炎疫情不是从中国来的 不是从武汉来的 它还有可能是从美军 可能从其他地方 传到中国造成的结果 这是他们在文宣上面呢 希望要去做宣传的一种方式嘛 那可是我们也可以发现到 WHO呢 他因为呢接受到中国很多的资助 那特别是这个秘书长唐德赛 他基本上都是在为中国来说一些好话 那所以这个中间呢 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啊 就是说各个国家的这个防疫的做事啊 那其实唐德赛讲到说 不作为这个是要予以警惕 其实是正确的 因为很多国家把它视为是像一般的这个感冒 或是流行感冒 因为这个流感其实是很难防止的嘛 但其实如果说我们大家来回头来看的话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样的紧张呢 事实上在百年之前啊 另外一个曾经出现过的所谓的西班牙流感啊 也是造成了非常多人死亡啊 也造成了非常多的这个问题出现了 那在百年之后 我们已经想说人类已经这么进步了 怎么还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 那可见的是说 这个其实呢 在世界上面呢 我们在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呢 我们造成更多的人员的交流的状况之下 造成这种病毒更容易的传染 所以这时候一个可以让人相信的 并且同时呢 可以提供正确资讯的 这样子国际组织呢 是有必要的 那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这次WHO呢 他的这个所作所为呢 其实所有的反应都是慢半拍 而且同时呢 并没有很真实的 让大家了解到真实的状况 那所以才会导致 现在的很重要的严重性 导致这样很多的国家的疫情发生了 这疫情的发生 为什么现在是说大流行 因为世界国家大概200个左右 就是在联合国里面 现在已经超过一半以上 而且这一半以上的出现了 这个感染个案的同时呢 也都出现了 几乎在很多国家都出现了 大规模的社区感染 所以当然这是一个严重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人类呢 对于这样子这个疾病呢 是不是能够开发出疫苗 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去治疗它 对于这个疾病造成怎么样的后遗症 会有怎么样的这个影响 事实上我们到现在为止 都还没有一个很有系统的这个整理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不可知的这个疾病呢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有效的去阻止它的方式 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在源头的地方就没有一个好 可以信任的这个国际组织的话 那当然我们就更没有办法用集体的力量去面对它 是刚刚董思琪老师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非常全面的去讨论了这个疫情的爆发 跟它的流行还有应对的方式 那么董老师其实一再的提醒大家 就是资讯的公开 包括个别的国家 还有包括作为是全球卫生管理者角色的世卫组织 那么是不是很负责任的把资讯都完全公开了 那所以我最后一个问题再请教董老师 这个问题可能很大 不过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就很简短的讨论了 就是说我们也特别看到就是在2月份的时候 英国杂志新经纪人特别提到了 民主和专制国家在对抗疫情的时候 民主国家所造成的人员的死亡率是会比较低的 但是现在呢从中国以外 疫情的蔓延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 那总的来看就是说是什么样的应对的方式 如果我们不特别以民主或者是专制国家来做分叛的话 就是总的来说应该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可以帮助人们帮助人类去度过这一次的世界大瘟疫呢 是的我们现在发现了现在这个状况 其实呢基本上我们在这个2000年以后啊 世界上一直在讨论的其实不是统治 我们在讲的是所谓的治理 Government其实良善的治理 我认为是这一次应对这个疫情的最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支柱 那虽然威权国家像中国也在谈治理 但是他的治理并跟我们所讲的治理是不一样 真的治理并不是由上而下而已 并不是说上面交代你下面要怎么做 下面照听 良善的治理是由上而下同时由下而上 也就是说上下必须呢要有共同的目标 同时呢用合理的方式去进行对于问题的解决 而中间最重要的核心其实就是transparency 就是所谓的透明度 透明性 透明度和透明性这个议题 如果说我们对于所有的资讯呢 对于所有的这个因素呢会影响的东西 其实中间呢还是有黑数 有一些我们不了解的时候 就会影响我们的判断 而各个国家呢 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度过这个危机呢 良善治理当然会变得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也考验到民众对于政府的这个执政能力 以及对于防疫能力的信赖度 而这个信赖度呢 其实它本身呢很重要一点 就是我们现在用人为的方式 你是不可能去把它隐藏的 所以即便是在中国 它也不可能去隐藏数据 为什么呢 因为它隐藏数据的同时 在实际上就已经发生 当然它是有限度的隐藏了 它没有办法全面的隐藏 因为就是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会造成很多人莫名其妙的突然之间 发烧咳嗽 然后产生了肺炎的状况 然后莫名的死掉 那这种状况的时候 其实你国家是没有办法阻挡住这样的情况发生 所以更重要一点是说 是不是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让这个由上而下的政治之外呢 也有由下而上的合理的参与 同时呢 资讯上面更加的公开透明 这样子才能够维护 不管你是威权国家或是民主国家 你的统治的正当性 你的这个政权的维系呢 也是要靠这一个 你必须要靠集体的力量 那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地方 现在各个国家都应该要更重视 就是透明性公开性 同时呢要有更多的充分的沟通和说服 那台湾的这个例子 其实我觉得世界上应该到最后都会非常关心 我们现在在做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的这个应对中心呢 每天都是定时的来做记者会 每天开记者会非常了不起啊 每天的说明 同时我们把资讯 政府所掌握的资讯全部的公开 那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呢 如果有任何的状况 民众呢 也是希望能够主动的积极的回报参与 所以我们这个防疫的工作 或者说面对这一个良善治理呢 基本上绝对不可能只是单向的由上而下 那还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就是由下而上的参与 同时理解 所以不断的沟通 说服 说明 那同时把状况厘清 然后把所有的资讯公开 我想是 接下来这个世界上 我们要做这个所谓的良善治理 防疫的很重要重点 而如果各个国家 没有把这个东西做好的话 你会发现到一点 以后其他国家就会不愿意跟你来做交流 因为你给的数字是有问题的 你给我的这个东西呢 是这个不是说你口头上说 你做到 或者说你怎么做 或者说你现在没有疫情就没有疫情 因为你只要有人缘交流 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 所以我想接下来各国之间呢 要如何在目前把边境的暂时封闭的状况 如何透过怎么样的过程打开 那一定是一个不断的沟通说服 同时也要展现出自己有良好的治理能力 所以我想接下来良好的治理 绝对是各个国家都必须要去 主动去达到的目标 同时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课题 也是需要更多的国际合作的课题 是 刚刚董思琪老师 我们提到了这个良善的治理的重要性 而这里面透明跟资讯的公开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这个也都还要回到 这次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的地方 中国这个地方做最深切的检讨 是 好 今天这样看中国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 谢谢您的收听 我是黄娟 谢谢董思琪老师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大家